花蓮市教育會及花蓮縣微笑協會 吸手救國團花蓮市團委會 扶若送愛傳愛台灣 25日舉辦了捐血活動 市長吳嘉賢、先緣魏嘉燕 還有許多位的市民代表都到場來響應 期盼可以發揮砲磚引玉的效果 鼓勵大家一起來晚秀捐血 疫情影響國內血酷亮紅燈 花蓮市教育會及花蓮縣微笑協會 25日吸手救國團花蓮市團委會 在花蓮市民裡富有錢廣場舉辦愛心捐血公益活動 市長魏嘉賢、先緣魏嘉燕及市民代表等都到場響應 高雄三大基教會機構也配合活動宣導防疫及防毒 協助穆德132代的攜帶 因為我在學校是一個友善的校園 同時也可以深教、俊教、研教的部分 我們來帶動這樣的一個社會的正能量 這樣的一個活動我們做行動上的響應 讓老師們有這樣的一個活動來參與 跟社會大眾一起結合 把我們生在最嚴重的血荒 和大家一起來進行的解決 那提升我們血液的庫存量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也讓孩子們了解這樣的一個效益的意義 那也要真的拜託大家 疫情趨緩之際 大家出來走一走 順便讓自己新陳代謝 捐出自己的血 然後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真的要拜託大家 那如果沒有辦法捐血的朋友 看看是不是自己的一些同學朋友或是親戚 都可以請他們 如果能夠捐血的話都來捐血 雖然因為天氣好一點 稍微微微微微微一點點 但是我們目前的安全庫存量還是只有五天而已 總量的部分 那其中其實A型跟O型呢 已經連續缺血了兩三個月了 現在還是只有四天 遠遠不足我們的安全庫存量 七到九天的這個數字 所以還是希望我們的鄉親們 能夠踴躍出來捐血 也要呼籲大家 每週都會有捐血活動 那也希望大家有時間 都可以來做捐血的一件事情 因為花蓮的血荒真的非常嚴重 也希望大家能夠來解決 未來可能會面臨到的問題 那在此也希望大家 除了一些血荒的一個問題之外 也要保護好自己的身體健康 花蓮軍鞋站長蔡佳謙表示 目前血庫庫存量只有四天 遠不足安全庫存量七至九天 以A型及O型最缺 現場除了縣譽員為家宴提供白米酒精及環保袋 還有市民代表江盧林及陳惠卿提供的自動傘 光榮生化科技公司提供自家飲品 花蓮縣救國團知有聯誼會也提供志工協助 且辦在疫情之際 號召更多民眾解決血荒 藉著長邦彥謙聯誌報導